大家好,我是本书的作者张颖 对哲学有兴趣的读者们 其实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 我们说的欧陆哲学有一个叫做身体的转向 英文叫做body turn或者叫sematic turn 就是说把哲学拉回到身体本身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是因为我们发现在传统的欧洲哲学的体系中 尤其是在柏拉图主义的框架下 我们会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二元对立的这么一个现象 什么叫二元对立呢 就是说我们看到所有的哲学的思考 它会有一个分化 就是比如说精神和身体 心智和你的感官的感受 或者是理性和感性 内在外在自我与他者 都会有这么一个二元的现象 所以尤其是这里我们会发现 传统哲学会排斥这种我们说的肉身 跟身体有关的这种感官的娱乐 因为这种娱乐会妨碍理性或心智的发展 所以我这个书就是延续了这种把哲学带向身体 然后让这个美食学 叫这个gastronomy成为哲学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我想让这个to be or not to be 这种哲学上的形而上的问题 和这个to eat or not to eat 这种非常形而下的 这种我们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能做一个结合 那么就是说饮食的艺术 它就是哲学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从哲学角度 我就是想通过这种我们说 对我们舌头感受这种意向性的这么一个反思 能够重新的认识 我我一个个体的一个所谓的个体经验 个体的认知和个体的拥有 哲学它不是一个空洞的东西 它是一个面向现实 面向自我的一个东西 有些读者会很熟悉 这个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心理学家 叫Abraham Maslow 他有一个人体需要的一个金字塔 那么在金字塔的最底端呢 就是我们对这个温饱的需求 就是人为了生存要吃东西 然后一步步的不同的层次 最高层次呢 是关于自我实现的部分 所以呢我们很多认为呢 哲学是关于自我实现精神需求 而饮食呢只是最低等的 但是我们知道到了在今天呢 我们多数人的那个饮食呢 已经完全超越了一个所谓的这个温饱的 需要这个满足这个位置 需要冲击的这个层面 因为我们的饮食 尤其是美食呢 它是多方面的 它是一个自我认知的过程 是一个对我们世界了解的过程 是我们与他人建立关系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饮食它是既是一个自我发现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 它是一个民族特性的一个发现 然后呢它也是我们对环境 与整个这个食物之间关系的一个重新构成 这就是重新通过饮食做哲学思考 是我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宗旨 我也希望读者呢 能够通过饮食呢 能够认识自己 认识他人 认识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 Ferm他人 最后 不管 触摸 我